叙利亚媒体援引旭军方消息报道说 今天的凌晨 叙利亚再次遭到以色列的空袭 这是叙利亚一周之内遭遇的第三次空袭 据报道 2号凌晨 叙利亚中部霍姆斯省及周边地区遭以色列空袭 叙利亚防空系统迅速启动 并拦截大部分以色列导弹 此次空袭造成叙利亚五名军人受伤 以及部分射尸受损 以色列方面暂未就此做出回应 3月31号 叙利亚军方称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周边地区 在3月30号凌晨和3月31号凌晨 连续遭到以色列空袭 造成两名叙利亚军人受伤 并造成部分设施受损 叙利亚外交部3月31号发表声明 谴责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敌对行为 据叙利亚媒体报道 一周内叙利亚已遭遇以色列方面三次空袭 而自三月以来 以方对叙利亚已经发动至少五次空袭 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 以军多次以打击所谓伊朗军事设施为由 空袭续境内目标 叙利亚和伊朗政府均否认 伊朗再续驻军 续方表示 伊朗应叙利亚政府要求向旭派遣军事顾问 协助旭政府打击其境内恐怖组织 特異例亚文贵